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善念 有善行 利益众生 利益自己 你的智慧会增长 你的能力复报亦会增长 在你的常数里头会增长 如果你是按念邪行 这样就会减少 譬如财富 谁不求财富 你命里头有亿万财富 这个亿万财富不是清圣 清圣是无量无边 那是什么 你过去生生世世收善累积下来的善因 怎么收的呢 只有佛经讲得清楚 佛经教我们 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老师教我怎么求法 你要求财 因为我不想求法财 不想求很多财 只希望自己物质生活 能过得去就行了 还是要收的 怎么收 收财报仕 没有钱怎么收财报仕 老师说 一元有没有 一毫子有没有 一毫子有没有 这样就行了 一元一毫就行了 有就报仕 那样也行 我们这样才明白 收财报仕 因为那时候接触佛法 亦时时去庙 庙里有很多人印经 在那里持有保 你出多少钱 我出一元 出两元 集役成球 让那些经典善书 能出版 它里面 我们拿了些钱财报仕 我命里头没有财 慢慢就有财 财日日增长 没有聪明智慧 法报仕得聪明智慧 人经论善书是法报仕 智慧慢慢就有了 收智慧 健康长寿是无谓报仕 无谓报仕 我学做两件事 一个放生 一个报仕医药 报仕医药 也是那时候很苦无钱 两三个月 存起来 存起来的钱 两三十元不多 两三个月可以存起来的二三十元 送到医院 帮助那些穷苦的人 买医药 做医药 一个放生 一个布施医药 这种果报是健康长寿 你要一生不间断 有几大能力 你就做多少力量 我们来做这种好事